瓦剌留学生竟然连于谦这样的忠臣都杀 真的是混账东西 赵先生能不能带我去一趟正统巢 我一想到朱祺镇做的那些事情就气得牙痒痒 若不能出这一口气恐怕我会寝食难安 恐怕出气是次要的 你最想要做的就是拯救那些无辜的将士们吧 没错数十万将士是无辜的 若不是摊上这么一个昏君 他们根本不会落得这么一个下场 我实在是不忍心 让这么多大名精锐将士白白死在战场上 赵小子带我们去一趟正统巢吧 咱也很想跟朱祺镇见一面 也罢既然大家都想去那就一起吧 正统十四年此时的天色上早 朱祺镇带着麾下将士们一起来到了土木堡 按照原本的计划大军并不会在土木堡久留 可此时的王振念念不忘那一千多辆自重车 蛊惑朱祺镇在土木堡休息 陛下此时天色上早大军还有余力 只需要再辛苦一下 前方不远就是怀来城 到了怀来城陛下就能安心歇息一阵了 呃 王绊绊这英国公说的似乎也在里啊 这土木堡并不是什么安全之所 身后瓦剌大军穷追不舍 咱们在此停歇会不会有危险啊 陛下万金之躯 一路舟车劳顿太辛苦 这瓦剌大军再厉害也就那么点人 之前是因为大军没有做好准备才会一败再败 瓦剌不是傻子 陛下神勇无双 瓦剌只敢在附近侵扰 绝对不敢正面与我们交战 另外大军已经赶路这么久了 人匹马圈 若是不让将士们好好休息一下 恐怕容易引起兵变啊 还是王绊绊考虑得周到 那就听王绊绊的话 大军再土木堡留宿 陛下不可啊 二十里路并不需要多久 大军绝对不会因为这么点路产生倦意 为了陛下的安危 诚恳请陛下继续赶路 英国宫的意思朕已经明白了 可是朕也已经有了决定 英国宫是认为朕不懂事 还是觉得朕应该听从英国宫的 到底朕为君还是英国宫卫君啊 张府你好大的胆子 行人敢对朕动刀了 太宗真真的是你 没错是朕 这是太祖 行了别怀疑了 咱就是朱元璋 陈张府拜见诸位陛下 起身吧 告诉咱现在是什么时间 这里是哪里 如今是正统十四年 这里是土木堡 看来这一次来得非常的及时 正巧就在土木堡 这么说来 很快瓦剌大军就要到了 诸位陛下快救救大明吧 还请快快劝阻陛下 陛下登基之后 宠信太监王振 百官敢怒不敢言 王振专权霍乱朝纲 如今更是随意插手军中大势 导致大军节节败退 如今身后瓦剌大军紧追不舍 这土木堡无可防御之攻势 若是瓦剌大军追来 恐怕会有危险 你说的这些咱都清楚 不过这些你不需要担心了 既然咱都来了 这瓦剌大军又有何具 没错有阵在 阵倒是想要看看 这瓦剌大军到底有多厉害 斩基可有把握掌控这里的大军 太祖你也太小看我了 三大营中大多数将领 都跟随阵上过战场 只要阵出面 保证所有人都听从命令 不错 有你爷爷那一股子气势 不过当着咱的面一口一个阵 是不是想咱打你 太祖我错了 我这就去组织大军准备迎敌 你就是王阵 太宗皇帝 太祖 太宗 皇爷爷 这一小子倒是机灵 竟然一眼就猜出了我们的身份 在机灵有什么用 这点小聪明若是用在治国上 过许还能做出一番成就 可偏偏宠信太监 差点断送了我大明江山 王绊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朕是不是在做梦啊 为何太祖会出现啊 陛下你别问奴才了 奴才也搞不懂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定是老天爷知道朕御驾亲征 特地派太祖太宗前来支援朕 好让朕立下不是职工 我尼玛 老天真的有眼的话 恐怕第一件事情 就是直接降下一道雷劈死你 齐朕啊 你到底是怎么觉得 自己有本事御驾亲征的 你爹驾崩得早 你从小就被你母后宠着 你亦没有了解过行军布朕 二也没有熟读兵书 你怎么就敢御驾亲征的呢 皇爷爷王绊绊经常夸朕有太宗之风 说朕便是如同那冠军侯一般的人物 即使初次掌兵也能如毕食指 定能跟太宗皇帝一样 风狼居须名流千古 我尼玛一个死太监把朕当偶像 一个废物皇帝还想着跟朕一样风狼居须 就你把朕当偶像是吧 就你这死太监 专政乱全是吧 就你这混账东西蛊惑君王是吧 太宗你干嘛要打王绊绊啊 他又做错了什么 你对王阵那是真的好啊 见到他被打了 竟然有勇气直接质问阵 你说的对 阵最应该打的是你 但凡你有点脑子 也不会被一个死太监蛊惑到这般下场 跟他废话做什么 咱早就忍不了了 先打了再说 一旁的朱永文看到朱祁镇被打得哇哇叫 他也怨怨欲试 偷偷地凑上前去踢了几脚 玩事后还觉得挺刺激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就算你是太祖也不能无缘无故地打人吧 为什么 难不成你心里没有一点数吗 你年少登机 手段差三不怪你 可是你不能因为自己的无能害的大明将士 白白牺牲 更不应该让蒸蒸日上的大明 差点毁于一旦 啊